大家好,我是老花一 好多话语会问 浇多少水 是多少肥 几天用一回,几天浇一回 给大家讲一讲 肥料呢,花朵朵的使用比例 是600到1000倍 这一勺大概是两克 对水1.2到2.4升 一般大家一瓶勺 对两升水就可以了 像这种碰壶,两升的 背两升就可以了 然后浇多少水 几天浇一回 浇水的时候大家注意 干透了浇透,不干了不浇 没有多少天 有的可能三天就干了 有的可能一个月不干 然后配合肥料怎么配合 三天浇一回水的 咱可以浇两回水用一次肥 不一定非得追寻的7到10天 不一定非得是回回浇水回回用 还有一个浇多少 大概比方说 这么一沛花 就用这么一碰壶的水 那咱们就浇这么一碰壶的水 肥料呢,还是这么一勺肥 根据植物的长势 看看是不是要多加一些 不论多少天 肥料的使用建议呢 就是7到10天左右一次 一个月浇一次 咱就一个月用一次肥 你三天浇一次 还是那句话 两个浇水周期用一回肥料 还有一个 跟奥绿肥的使用关系 奥绿肥要注意的是一个肥效期 它的肥效期5到6个月 就5到6个月用一次 使用比例呢 在这个说明书上也有 包装上面都会写着 跟花多多之间不影响 花多多是一种素效肥 它就像底双 它就像一个美白双 它俩结合 很OK的 如果说大家老是有 多肉这种啊 半年交易回水的 甚至说是 一年都不交易回水的 就可以用一些奥绿控制肥 埋到土里面 慢慢的去释放养肥 就可以了 好了 一个关于肥料的使用 如果说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可以下方留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